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屯門區議員何國豪收到屯門醫院的前線護士投訴 投訴是甚麼呢? 就是遠方安排他們入住一些廢棄了很多年的護士宿舍 環境異常惡劣簡直比坐牢 根據何國豪議員所提供的照片 旁邊都是污漬灰塵 一抹下去整張紙都是黑的 而且床褥是黑色的 洗澡房地面布滿污漬黑色一塊塊 而且水龍頭才是最恐怖 一開出來的時候水是黑色的 傳出陣陣的惡臭 而且開足十分鐘水質仍然沒有改善 到底這班醫管局的高層有沒有顧及過這班醫護人員的感受呢? 一美就只會叫醫護人員返回工作崗位 人家就已經取消了工業行動 所有人就回到醫院救治病人 現在就把這樣的宿舍安排給人住 你這班醫管局的高層到底有沒有顧及過這班前線醫護人員的感受和他們的健康呢? 用黑色的水來洗手洗澡煲水呀? 有沒有搞錯呀? 你在安排他們入住之前 找人去開一開水龍頭 找人視察一下那個環境也行 是不是呀? 怎麼會好意思安排給人住呢? 這些環境是 很離譜的 自己躲在背後 坐在冷氣房那裡做你的高層 身高良準 在背後指天篤地 指手畫腳 指揮大局 永遠去衝的就是前線的醫護人員 你們有什麼做呢? 這班高層思惠掃餐 每個月頭出糧只懂得 離譜的 你怎麼可以這樣安排呀? 找一些職員進去 看清楚那個房間的環境 才安排給人住行不行呀? 或者打掃乾淨才給人住行不行呀? 這樣來租資自己的員工 到底這班醫護人員見到這樣的情況 有什麼辦法呢? 有些無奈就說 唯有頂硬上住一晚 因為考慮到一旦回家 就有機會感染到家人和子女 有些說 真的頂不住 要立即離開 因為環境實在太惡劣 唯有回家睡廳 何國豪區議員批評 這些宿舍長年沒有人清潔 管理人員沒有理行職責 任由醫護人員自生自滅 屯門醫院的發言人怎麼說呢? 他說對於臨時員工宿舍的狀況 欠佳深感抱歉 特色事件以後 已經即時提出了補救措施 包括聯絡醫護同事 更換房間 並且安排另一個洗手間 給入住同一樓層的同事使用 鑑於目前在醫院流宿的同事 較平日大幅增加 醫院需要在短時間內 清潔和翻身部分限制的舊員工宿位 在安排房間的過程中 溝通有誤 意外安排了未完成大清潔的房間 給員工使用 擺明就是行政失誤 好心安排一間 撿乾撿正 事事正正的房間 給人使用 上班的時候 已經在前線搏鬥了 下班還要住這些宿舍 說真的 別人肯住已經很好 這些廢棄的護士宿舍 不知道你勾了多少年 裡面肯定又煤又臭一陣除 而且那些家具 就是骯髒了 你整乾淨才被人使用 都不為過 不要這麼可憐 打開水龍頭黑色 怎麼住才行 一晚不洗手 泥水佬做門 過得人過得自己 不要那麼陰質 接著又講講關於另一壇事 就是新冠上任 不是新冠病毒 這個新冠就是 夏寶龍主任 他成為了新港澳版主任 今天馬上就有異動 包括有何柱國何老闆 在星島日報登了一個全版廣告 諷刺林鄭民望包尾 這篇廣告甚至 割蓆意味 到底是怎麼寫的 標題寫著 林鄭根據溫故之身 列舉了兩個成語 第一個叫做拭目以待 林鄭在2018年 東周刊15周年的慶典上說過 說我們要再等幾年才知道品牌行不行 不過現在 林鄭的品牌就一落千丈 當然林鄭就是這麼不懂做人 去到人家的慶典當中 還在爺遇人家要等幾年才知道品牌行不行 人家都做了15年 那時候是 邀請得你去做主禮嘉賓 你又說了這些 狗口就掌不出象牙 然後第二個成語就是 余目春風 他引述 林鄭18年12月又說過這個說話 現在立春剛過 林鄭說話到今天還是笑笑口 但是香港市民就慘了 日日如目寒風 沒有一日有好日子過 實際 何老闆這個觀察非常好 林鄭永遠開記者會說話的時候 說到差不多一刻他就無厘頭在笑 我不知道他在笑什麼 是不是在笑我們的藝民很賤 是不是在笑我們的藝民在搶口罩 排口罩 排廁紙 在笑什麼 我真的不明白 其實很多市民都很反感 對於你這樣笑 你笑什麼 以前就算是董建華曾任權梁振 都不會無厘頭說說說話 就自己在笑 不知道在笑什麼 是在笑我們這幫藝民賤民 是不是這樣 這篇廣告就繼續說到 究竟怎樣做 才會有好日子過 你們有猜猜 不過也是猜中無獎 因為答案 個個都知道 何老闆就說 他本人讀書的時候 考試經常都包美 而我們年年考第一的特首 他的民望都是包美 就快追到他 今天香港人面對空前的困境 如果能夠捱過去 是我們香港人靠一己的努力 銀力走出來 並不是靠特首帶領我們 還有我在這裡奉勸一句 不要花光我們納稅人的血汗錢 什麼都是經常性開支 下款是何處國 另一篇寫著 大堂鳥大堂鳥 你在哪裡呢 誰是大堂鳥呢 林鄭就說 過去三個特首 唐鳥了22年 他指的是修例事件 結果整出全民反對 自己被迫收回 03年沙士時期 董建華就是在任特首 醫院醫護就說 當時的防疫設備 比現在更好 現在大家猜猜 誰才是大堂鳥呢 猜猜沒得獎 因為答案 人人都知道 這個下款就叫做李差差 當然他旁邊就弄了一隻類似 不知是我還是駝鳥的 看出來 答案都呼之欲出 就很明顯是林鄭月娥的 老實說 這隻林鄭不單口不擇言 而且還目中無人 我不是要稱讚董建華 曾蔭權 或者梁振英做得好 而在這隻林鄭 在人家仲在生的時候 竟然間作出這樣的批評 完全就是不尊重 是不是 以往那些人做得不好 是駝鳥 難道你林鄭做得很好 又搞國歌法 又搞逃犯條例 準備搞了23條 你就不是駝鳥了 你最威風 完全就是三分顏色上大紅 以為在港珠澳大橋的開幕典禮上 可以跟習主席並排一起行 就開始目中無人了 對於前任的行政長官 或者對於隔離埠的行政長官 或者對於其他地方官員 完全沒有擺在眼中 所以我們香港的普羅市民 對他作出任何建議 他怎麼會聽 周永鑫教授都被當作臭死 何況那些專家 包括袁國勇教授 梁卓偉教授 現在都轉態要求你全面封關 才是最好的辦法 都是不聽的 他剛剛聽的他就聽 不剛剛聽的你說了他都當你沒到的 這個就是林鄭月娥 至於他委任那群行會成員 一樣都沒有面子給 葉劉淑儀走出來說要求口罩限價 林鄭立刻批駁他 就說我們要捍衛自由市場 到這個行會成員林鄭財醫生走出來 說希望那些戲院關門 接著林鄭就走出來了 又說生戲院是不可行的 現在香港就變成了林鄭的一人獨裁統治 而且在這個制度框架裡面 完全沒有任何制衡的力量 林鄭雖然現在可以作威作福 就算王志民主任和張曉明主任先後落馬 暫時都沒有動得到他 因為林鄭還是談過選舉產生 如果要他收檔就要走程序 就要補選行政長官 所以他現在就再坐一回作威作福 新官上任第二天 動他的當然不僅是何老闆 還有一個叫屈永賢 他就在頭條日報寫了這篇文章 最後一段是這麼說的 他說眼見天天都有輪口罩的人龍 這個政府依然是無動於衷 更說明是無意立法規管口罩的銷售 行會成員葉劉 直言是研究儲備商品條例的主事官員 嫌麻煩不肯做 天啊瘟疫來到都不願做 太平盛世更加不要妄想官員做事 原來最傷香港的不是新型冠狀病毒 而是佛系冠狀病毒 這個官就是官員的官 根本上現在個個就爭著跟林鄭割蓄 為什麼呢 是不是聞到震徐 繼黃志民主任和張曉明主任以後 就到這隻林鄭 所以個個就先割定 這個大家就可以去想想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